會想跟他說,就真的是說謝謝,然後再見 我一開始就是在東南店服務台 到現在是用店長的身份跟他說再見 當然我們都說是24小時,但其實我們整年真的會關的時候也只有在四年一番那個時候 就出現了那天晚上的六點,一直到隔天早上十點 就是一年我們只會休息這段時間,其他時間這邊都是亮的 就算因為有時候可能沒有就是盤點的時候也會有暫時關 但那時候裡面有同時,真的整個每年大概只有過年那個時候就是會暗那幾個小時而已 畢竟東南成品是比較,從一開始他就是有走一個比較典雅型的 或者是比較像傳統的圖書館式的那種書店 但到新店我們希望是給另外一種不同更多元更多維的一個呈現方式 但是那可能也是等於說是成品對台北城市變遷的另外一種回憶 會想跟他說就真的是說謝謝,然後再見 對,因為他真的陪我在敦南零零加起來也有七、八年 對,雖然我都在幾家店中就跑來跑去,但在這邊 畢竟我第一個職場也是在這裡 我一開始就是在敦南店服務台 到現在是用店長的身份跟他說再見 對,多少少就是會覺得,還對這個場域的懷念吧 對,我們來看下面看看 現在是一個很新的地方 背景點是模仿零零的,可是我們先看來看 因為歸史館三個月 會很快 對,我們會嘗試看 孩子